馬主的心態其實跟父母對子女都一樣 王子成龍,王女成鳳 最希望見到的就是名下外區贏馬,越贏一多就越開心 養到一匹馬王,當然可可可 若然養到一匹讓命國際的馬王更加是夢寐以求 今集我和大家講講三個飛升國際的馬王故事 應屆法國海船門大賽亞軍 日本代表馬,黃金巨像 是近年最備受注目的馬王之一 雖然他不是每場賽事都能夠勝出 但是在2011年,他就一口氣贏了 日本三貫馬王系列的三關賽事 繼而榮登三貫馬王和日本馬王寶助 所以黃金巨像不單止在日本 連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馬迷都對他寵愛有加 日本三貫馬王系列賽事 是由每年春季舉行的高月賞 日本打飛大賽和秋季舉行的菊花賞三大一級賽組成 三關賽事的圖程分別是2000、2400和3000米 要全數勝出這三關賽事 非要擁有馬王級數的實力不可 片段所見就是黃金巨像勝出2011年日本打飛大賽過程 賽事雖然在惡劣天氣下舉行 但是黃金巨像在贏馬姿態就相當輕鬆 亞軍馬、海船、鮑雷對他完全無法構成威脅 這一仗黃金巨像就盡顯他的王者風化 黃金巨像是日本的三貫馬王 大家都知道 要成為三貫馬王的話難度是很高的 好像在香港一樣 要成為三貫馬王 先要贏董事杯 再要贏香港金杯 三關都是不同途程的賽事 而黃金巨像固然都是經歷過這樣的難度考驗 而且他還以三歲馬身份拿到 難度就更加高 其實在近年都只有大震撼可以完成這個動作 但大震撼之後都贏到日本杯 而黃金巨像差點都在上一屆海船門大賽贏到馬 可想而知黃金巨像這批三貫馬王是多麼可貴 在贏完高月賞和日本打悲大賽之後 同年十月黃金巨像進軍屠程三千米的菊花賞 這行賽事對於當時只是三歲的黃金巨像來說 是相當大的口言 不過他不但成功克服 而且營馬過程比起勝出日本打悲大賽那時更為輕鬆 去到賽事的最後階段 黃金巨像早已勝勸在握 再一次擊敗縮定海船花勞 登上日本三貫馬王鼓座 勝出菊花賞之後 黃金巨像挑戰屠程二千米的一級賽事有馬紀念 擊敗榮進閃耀統治地位等年長的對手 一年之內勝出四項重要一級賽事 同年更加被獲選為2011年度日本馬王 不過到了2012年對於黃金巨像來說 可以說是艱辛的一年 因為這一年他要不斷面對挑戰者的登門討教 勝出有馬紀念之後 黃金巨像在去年三月再次踏上征途 可惜出師不理 首先屠程三千米的二級賽板神大上典 因為賽事途中嚴重愛閃而需要作出修正 最後變場目合只能夠跑第二 黃金巨像之後更是屠程三千二米的一級賽 春季天皇上 遇上前所未有的滑鐵爐 在18匹參戰馬裏面 只能夠以第11名過終點 而且還輸給冠軍馬 匹力戰區超過10個馬位 這一仗是黃金巨像出道以來表現最差的仗 不過黃金巨像不愧是真正馬王 並沒有因為挫敗而衰弱鬥心 他在六月舉行的寶寵紀念 再次展到王者本色 在16匹參戰馬之中脫穎而出 輕鬆擊敗上屆女皇輩盟主統治地位 而肅敵海旋巴雷就在這場賽事 只能夠跑獲一席第四 我心目中的真正馬王 長勝的固然就好 但如果不長勝的話 我更加喜歡那些跌倒了會爬起來的馬王 就像我們之前的爪王凌羽 滿身傷患但經歷傷患完之後 都可以去到杜拜揚威國際 這匹黃金巨像在春季天皇上大敗之後 跟著都可以在海旋門大賽 有這麼高水準表現的話 這匹其實都是我心目中的真正馬王 以日本人積極進取的性格 黃金巨像既然在日本國內 竟已贏過多項賽事 下一步當然就是放眼世界 傳統而來法國海旋門大賽 都被日本的馬壇 被譽為國際馬壇上最高榮譽的草地長度賽事 每一位的日本馬主、騎士、練馬師 都已贏得這項樹榮作為最大夢想 所以在勝出補充紀念之後 黃金巨像立即將矛頭指向法國海旋門大賽 10月7日是海旋門大賽舉行的日子 這項屠程2400米的國際一級賽 吸引到不少日本馬迷 專程飛對法國龍上馬場 為黃金巨像打氣 賽事正式開始 黃金巨像雖然排在最外檔起步 但是他早段其實並沒有受太大影響 反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去到賽事沒斷的遭遇 直路之後 黃金巨像經迎外檔進佔慈列位置 當時安上騎士蘇冥倫 看來亦都對黃金巨像信心十足 果然蘇冥倫首加催策之下 黃金巨像立即排中而出 領先第二位的蘇林美亞三個馬位 但想不到黃金巨像 在全面取勝機會之下 走勢竟然突然轉弱 到衝線時 慘被蘇林美亞反先 結果繼2010年中山慶典之後 日本賽區再次在海旋門大賽屈居亞軍 日本賽馬界始終未能一員 勝出海旋門大賽的美夢